国民党在基隆市的选情告急 但先前提名的市长人选黄景泰 一直没有退选的意思 而国民党中常会主动出击 昨天是由副主席郝龙斌提案 通过废纸对黄景泰的提名 马英九主席指出 这是痛苦的决定 但是国民党不得不做 即使卷入关说弊案 基隆市长黄景泰仍执意参选基隆市长 不过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九号 在国民党中常会领先提案 以黄景泰设关说案影响党的倾向 加上民调大幅落后 要因应情势变更 建议中常会废止黄景泰提名案 会中更正反意见都有 最后中常会也通过废止提名案 这个黄景泰同志将会继续的参选 所以当政副主席将这样的一个决定 转达这个中常会的各中常委们之后 那么中常会很快的就做出了决议 中常会做出了决议要撤销 1月22号对于黄景泰同志 参选基隆市长的这样的一个提名的一个决议 根据了解国民党秘书长郑永泉 在会中直接打电话和黄景泰沟通 希望他以大局为重 并且给他一个礼拜的时间自行退选 但黄景泰表示仍执意参选到底 中常会才会通过废止黄景泰的提名 选到底万一打不停 不停的话会 考虑用不同的方式参选吗 我想我对这个问题 我都表达过很多次的意见 国民党拔掉黄景泰的提名权 党内也急着找接任人选 包括前移民署长谢立功 以及现任立委谢国良 赖英强救基隆选情 到底由谁接手参选 以及黄景泰是否会退党选到底 都对基隆选情投下变数 记者综合报导 是否会退党的